我现在跟你离了婚 你又叫我离开长荣 所以我就申请这个资钱 但是你要帮我找工作 这也是我听到世界 所有的富豪离婚 就是一笔赛养费就付了嘛 竟然还有要让富豪 帮前妻找工作 这个前妻的思考方式 也是蛮特别的 为什么 找工作找工作 彼此就会有纠葛嘛 好就开始有纠葛 为什么呢 张国伟因为答应 如果不找到合议胜任的工作 每个月要给她前期7万块赡养费 这也不低耶 为什么这样要一辈子 所以她就帮她 一开始先找了四个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饭店 五星级饭店的柜台接待 其实也不错 但是这一个蔡小姐 去应征的时候 这家饭店说柜台工作之前 请你先去从清洁人员做 她本来是个副座舱长 是啊 那你从清洁工作 就是不是先到这个房间 做清洁工作 当然人家会希望你从这个基层 做紧才能去做柜台接待 好这个工作她就受不了 不符合我喜欢的工作嘛 接下来维峰广场 储备盖部的意思是说 你来这里工作之前 请先去生鲜超市做起 你知道蔡小姐说 要她去鲨鱼啦 那我不可能 我也不会啊 或者去搬货 或者去整理青菜 这对她来说 都不是她能够合议胜任的工作 不行 澳航的这个机场主任 其实她喜欢 但是问题来了 没有录用 因为她去面试之后 人家没有通知她来工作 再来 这家汽车公司的业务代表 她觉得也不错 但是也没有通知她 接下来到底要不要工作 这四个工作之后 其实张国伟还介绍了一些工作 都其实不适合 也就是说张国伟并没有完成 合议胜任工作这件事情 2015年已经十年了 2005年不是离婚了吗 2015年蔡小姐就提出告诉了 十年的纠葛 而且各位你们知道吗 张国伟已经再婚 孩子都不小了 其实这个蔡小姐 她也有家庭了 这十年当中她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了 那这个官司打下去之后呢 很妙了 因为观众朋友一定好奇说 法官要怎么判 因为这个新闻事件呢 有人支持蔡小姐 就给她证到底 因为你答应我的啊 要安排这个工作啊 因为当时呢 这个蔡小姐呢 她本来不愿意离开长荣航空的时候 她的说法是张国伟还说 你就是要给我离开长荣航空 你不离开是不是 我也有办法让你离开 长荣航空是我们家的 但是我要强调 张国伟又透过律师是说 我没有这样讲啦 我并没有这样讲 好啦 这一个官司一审的时候 法官判了 判张国伟要赔给蔡小姐一百多万 也就是说 你没有让她找到合议升任的工作 对 有道理哦 到了二审的法官 加码 要再加赔六百多万 加起来八百多万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就来了 因为二审的法官审得更仔细 也就是说张国伟 你帮蔡小姐找的工作 都跟她原先的所谓的长荣航空 副座舱长的薪资 职等跟工作 都不符合低于她原先的工作了 这样不行 所以呢 加码就要赔六百多万 所以加起来将近八百多万了 来了 因为张国伟也要上诉嘛 对不对 打到了最高法院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蔡小姐哭了 是因为她就跟这个法官说 当时要签这个离职协议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她是董事长啊 是她要我这样离职 这样我就没有保障 但是呢 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就讲了一件事 她说 这个蔡小姐 你当时希望你的前夫帮你找工作 基于什么 你没有工作 对不对 所以你希望有个合议升任的工作 对不对 但是你后来又找到很好的工作 但是蔡小姐就反驳说 这个很好的工作 还不做工作 又不是她帮我找的 那法官就说 问题是 她要帮你找工作的前提是你无业 可是你后来有工作 所以这整个法律的诉讼 发回根深 哎呦 这两个人各自都有新的人生 一个官司打了十年 当然张国伟也很奥 他就透过律师也有一个声音 他意思是说 这事情纠缠了十年了 那其实她现在有工作 又有家庭了嘛 怎么会十年之后再来提告呢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她也再三强调说 我没有讲这件事啦 我没有讲这句话 还有她说 其实这个赡养费 我前前夫后后 也付了一千万了呀 那我不清楚 到最后蔡小姐是拿了多少费用 只是 怎么会 一个前妻跟前夫 这之间的这些纠葛 可以到十年之后 还在讨论要不要一个月付七万块啊 我有一点红之后 这就是这些红之后 我不是在那里的插手 这就是这些红之后